亲主母亲节三重重德社区发展协会举办了孝亲奉茶洗脚活动 邀请到了许多社团献爱演出 还准备了丰富的奖品和相亲同欢 黎明有的吃有的拿参与相当的踊跃 亲子互动温馨热闹滚滚 孝亲感恩带着妈妈一起来参加温馨的聚会 送上康乃馨 要求辛苦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借着母亲节 庆祝母亲节当中 让各个社团来做表现 展示 另外今天洗脚是代表说 古老主意 主意就是要照顾家人 茶道就是要侍奉家人 这种母亲节来推荡例行 尤其平常母亲那么辛苦 做子女的很少很少时间 就是机会来给她拥抱 给她试茶 奉茶 再给她洗脚 代表更亲近 更亲密 所以这个崇德这番协会 有这个好行 效行推广 支持我们的俄罗 支持我们的称赞 谢谢女士长 欢迎欢迎 台上台下临距离 小朋友童言童语 理事长二话不说 红包大放送 小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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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对了 没办法 你怎么说话 再唱领带 唱领带 别买乖 乖乖 好可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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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班 还有舞蹈班 这个母亲贼的机会 来推广一下孝道的活动之类 把我们这个爱回馈给妈妈 听着妈妈东西要比我 开开手 妈妈东西要比我 地方社团精彩表演 大伙尽情跟着唱 活动肢体跟着跳 紧接着还有难得一见的走秀 第五组是由我们的陈嘉丽 宗春泥有带来的表演 丰富的节目童欣赏 不过大牌长龙的是这一区 因为冰淇淋最消暑 现场有的吃 有的拿 莫财的奖品还特使用 这个想必是一个妈妈 她有什么名 来 阿姨小姐 阿姨女士有没有在现场 编号第十号 妈妈我爱你 妈妈辛苦了 活动的主族是孝青 妈妈我爱你 看谁说的最大声 双手奉茶要请妈妈来品尝 奉了茶还要帮妈妈来洗脚 摸彩看表演休闲又消暑 红阳笑道 崇德社区带头坐 为亲子搭起沟通的桥梁 爱要大声说出来 也要身体力行 把爱回馈给最辛苦的妈妈 记者陈明辉 方建凯三重采访报导 再次提起来